哈喽 今天我们要来 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要先回答那个 上次介绍完 C-Line编辑期 去使用一个 Publishger跟Subscriber以后 能收到台中张同学 他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他照着 他第一次照着 照着设定他可以使用 那接下来呢 他又关掉这个ID 在打开了以后 好比如说 这边他要去执行 右上角有一个Listener 这个他去执行以后 他就发现了 他按下去以后出现了 Can not generate to 一些错误的资讯 那怎么办 而且甚至 现在你看右上角的这些 原本变出来的执行党都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呢 好这就是他的问题了 好那这个问题呢 很有可能是 应该就是 绝对就是 就是他第一次建立好Catking Wordspace以后 他把CatkingWordspace底下的Build 跟Devio这两个资料夹去删掉 删掉了以后呢 然后他又再去 他可能 比如说他有 我们一开始只有 Map package这个 package 他去自己做了 另一个package 那去用中端机去CatkingMap 又编译出这两个 简单来说呢 他把原本C-Line专业设定的 的设定的一些设定一起删掉了 好那 这个的解法呢 就是把你的Build跟Devio删掉 然后回到你的C-Line这里 你的package 左边这个project底下 然后有 一个C-make list 你去按右键 reloadC-make project 这样子 你会看到你右上角 编过的这些 右上角这个东西就回来 你的Listener就回来了 好那一定要 我们就去执行Listener 只是这边Listener 他要重新去编译 好编译在链接 他开始听了 那publish是My package 我也去编译执行 好那他开始publish Hello World跟上次一样 那Listener就接到了 好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 我们来回答台中章同学的一些问题 好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 叫做现成的C++ 或python程式怎么加入Ross通讯 这个主题有点长 那我在想说 很多用去接触Ross的人 其实他最需要的 就是他现在已经写了一个C++或python 他只想赶快把publish跟subscriber加进去 就这样了 所以我们就介绍这个主题 那我们的大红是 我们也会同时介绍Ross学习的拆解 然后提一下使用cmake 然后怎么在python跟C++程式中加入Ross的通讯 介绍cmakelist.txt跟package.xml 还有launch file的介绍 还有关于自驾车的校正 比如说 假如是关于感测器本身的 intrinsic calibration 比如说相机的校正 那关于坐标系的校正 extrinsic calibration 跟比如说时间同步的校正 temporal calibration 好 那在Ross学习的时候 常常许多人觉得Ross有一些复杂 那实际上因为他偶合了三个领域 所以你学习的时候 应该将过程分解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Ross的本身的操作 然后第二个是机器人领域的知识 那这其实很多 比如说坐标的表示法 或者是四元素 比如说一些方向方位的表示法 控制演算法的 还有C++11跟python的一些知识 那我们也建议以一个功能简单 麻醉学小 武藏俱全的专案切入 就是你去下载一个人家GitHub上很复杂的专案 你就算跑起来 其实你也不知道 实际上你还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写 所以你倒不如去用一个 简单的范例 但是它涵盖着 比如说什么 Part topic Service 之类的 所以我们这边将会以 自驾车的应用把它分解 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发布照片 怎么去发布点云 怎么去订阅点云来处理 怎么去订阅照片来处理 这些方式去熟悉ROS 就是感知 比如说感测器的校正 感测器资料的处理 还有运动 以及我们会 汇整网路上的教材的导读 那比如说右边常常看到 很多的ROS教材 它是建议 这边是The Construct 它是一个ROS的论坛 它会回答一些简短的 ROS的问题 那通常的过程 他们会推荐 比如说你有一些 Python Linux的技巧 然后讲ROS的Topic Service ActionLib 然后写自己的Message 去那些东西 然后讲TF是坐标的转换 然后我们先模拟 然后再来就是以专案的方式去做 这边我们要提使用CMake 在前面的影片讲过 就是ROS里的CackingMake 是结合了CMake 其实就是CMake跟Make 那CMake的用途是 我们用来编译C++程式档 那我们也可以去产生 自己的函式库 叫静态函式库.a 就是一堆 .o object的集合 共享函式库.so 比如说我们用的 常常用的 OpenCV 或者是PCL 点云处理函式库 其实你编译完 就是一堆的点so档 那你自己再写 man的程式 再去链接它 所以我们会去链接第三方 函式库 比如说OpenCV 跟PointCodeLibrary 那这边更多的详情 其实可以参考一本书 叫高详的视觉 Slam44讲 从理论事件 第一章 那这边我们就是拿 里面的范例 来跟大家介绍CmakeList 好 那我们的专案名称 叫做 CmakeCake CmakeCake 好 那第一步呢 就是 我们现在有一个 点cpp 叫做HelloJBot 它里面有什么呢 它其实里面就是去 印出一行 HelloJBot 就做这件事情 那以往我们要去编译这个 cpp档 就是透过 居家加这个编译器 然后 原本的 程式码 输出 成执行档 执行档的名称叫HelloJBot 执行以后呢 我们就会 得到这个绿色的执行档 那我们去点斜线 执行它 这就是 这就是用中端机去编译 cpp 的做法 一般我们的做法 那今天假如我们用上 CmakeList Cmake会是什么做法呢 其实就是 原本 其实一样的程式嘛 我们在旁边多了一个档案叫 CmakeList.txt CmakeList.txt有什么呢 第一个它是宣告了 我们Cmake的版本 然后这个专案的名称 然后 接下来是 增加一个执行档 执行档的原始码在后面 HelloJBot.cpp 那编译出了执行档叫 HelloJBot 那我们要去使用它的话呢 第一步就是去 建立一个资料夹 叫做 Build资料夹 那我们进到Build资料夹呢 它现在里面是空的嘛 那我们再打Cmake点点 Cmake是这个动作 点点是我们回到上一层的 Cmake去找 它会去找 读CmakeList.txt 好 这样子以后 在我们的Build资料夹底下 就产生了 MakeFile 我们再去打Make 就去进行了编译链接 编译 出一个执行档 叫HelloJBot 那我们再去点击 执行它 HelloJBot 就跟第一个范例一样 预期输出了 HelloJBot 所以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多了一个CmakeList.txt 那建立Build资料夹的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把一些 编译过程中 产生的中间产物 去分割开来 所以Cmake是用来产生 MakeFile 那第三个范例呢 是想要去产生自己的函诗库 比如说静态函诗库.a 或者是共享函诗库.so 那常常比如说你用一些 一些人家 人家说厂商给你的Library 所谓的Library就是 他先把他的原始码 编好成.a或.so 他给你这个 那给你这个以后 其实你看不到 他原本的实作是什么 然后他再给你一个 .h header file 宣告了 有什么韩式 这样子你就可以去调用 这些韩式库 他只要给你韩式库 这些.so档 跟给你一个header.h档 你也可以去使用他的韩式 所以我们再用opencv 影像处理韩式库 或者是pointcloud library 点语处理韩式库 其实也是做一样的事情 我们预先去编译 用Cmake去编译好了 各种的.so档 那自己再写一个main的 影像处理的韩式 再去去链接这些韩式 好 那静态韩式库跟共享韩式库.so的差别呢 请去看 请去参加 系统软体课程 就会得到很详细的解答 那我们这边大概提一下就是 静态韩式库呢 静态韩式库呢就是 你每次使用就会产生一个副本 那共享韩式库它就只有一个档案就是.so档 就是比较省空间 好 那一样 那那现在我们这里这个目录底下就有三个档案 一个是cmakelist.txt 跟 就是 一个韩式 那这个韩式 好吧 我们真的 main叫做 usejbot.cpp 那这里面呢 那这里面呢 其实就是 这边就是我们自己写的程式叫做 printhello 那去include 那比如厂商就给你一个 libhellojbot.h 它里面就宣告了 printhello这个韩式 但是你不知道printhello怎么做的 但是你不知道printhello怎么做的 因为它给你 .so档就好了 好 所以实际上 假如你自己写的一个尝试 叫做usejbot.cpp 那比如说那些 给你 比如那些厂商 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下.h档里面有什么 h档就是刚刚的宣告了 printhello 这个韩式 但是它的始作呢 其实它 通常会预先把它编译 编译好叫libhellojbot.cpp 这原始码是不会给你了 应该是说 对 所谓的编译韩式图是这样 所以就是 这实际上它的始作就是 跟刚刚一样就是一个printhello 好 那这个写成cmakelist 是什么呢 首先 第一个释放我们是一样 我们有cmake的版本 然后韩式图的名称 专的名称 我们先编的是.a档出来 静态韩式图 那它的原始码是libhellojbot.cpp 跟 那你要用一个语句叫做 addLibrary 那接着再去 我们要编出一个执行档 我们自己写的man的那个程式叫 usejbot 它的原始码叫usejbot.cpp 但是你这样去编译的时候 它并不知道 里面的printhello是什么 所以所谓 所以要多加这个链接的语句 target link libraries 就是我们的 最后的执行档要去链接 链接什么 链接这个上面的第六行 jbot 这个 精彩韩式图 好 那我们就去示范一次 一样 都是去 产生一个build资料夹 接着呢 进去build资料夹 一样 又是空的 然后你打cmake 点点 它就会去上一层找cmakelist.txt 产生一些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makefile 做完以后我们打make 这边它的输出 产生一个stepped library libjbot.a 所以 就是产生一个libjbot.a 的静态韩式库 点A档就是一堆.objectfile的集合 好 好 那 同时间也编出了我们的执行档 叫usejbot 所以我们 一样可以去执行 hellojbot 好 那这边再去 把这个资料夹拴掉 我们去执行 共享韩式库的编法 那我们就去cmakelist里面 把静态韩式库这边注写掉 共享韩式库打开 好 那共享韩式库呢 在 add library这个语句里面多了我们的原始的韩式库原始码叫 libhellojbot.cpp 那最后我们产生的编译出的.so 檔的名称 是jbotshare.so 前面会有lib 那你中间多了这个语句就是shared shared shared 好 那 我们一样去编 一样去编 里面含有man的这个组程式 但是他一样不知道print hello 这个韩式库是什么 所以 要去 一样要去链接 但是我们就是链接的是一个 share 共享韩式库 share library 好 接着我们去 打开 一样 又去产生一个build资料夹 进到build资料夹以后 打cmake 然后他去读 上一层的cmakelist.txt 我们再去执行 好 那你看编出了什么 一个shared library lib.jbot 底线shared.so 所以是一个共享韩式库 那一样他去链接 最后去链接我们的usejbot 所以 我们也得到了一个 执行档 但是我们这是透过shared library 共享韩式库的方式 好 那以上就是对cmake简单的一些介绍 那这个shared library就是 比如说你看到opencv pcl 就是事先以 事先去编译好 这些.so档 那你在自己去写 比如说你去过例点云啊 或者是 或者是 找什么法向量啊 点云的法向量啊 就是自己写usejbot 这些函式 然后里面去 include.h 这些标头档 对 然后他就去呼叫 这些shared library里面的函式 那我们再下一个 那这边再提一下就是 录制rosback的时候 我们会打rosback record 然后之o 然后back的名称 要录的topping 比如说你打rosback record之o back的名称叫backone 然后后面是topping名称 那要play的时候呢 上次少提了就是 rosback play clock之后 你可以打一个dash l 就是指他会重复播放 你就不用一直再去执行 rosback这些事 然后下面有一个神奇的 rosback profile指定 有机会你就用到了